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563集,特殊的日子 如今凭着简单的线索,便把事实推演出了十之八九 风儿说的没错,此事应该就是这样 那玄罗大天尊显然是在对王林进行某些考验 他从仙刚大陆来自,一定是为了这王林 马兴老者目光一瞬 结合当年,叶末进入这洞府借死亡 三千鲜血化作古之三足 这王林定然是获得了叶末的传承 从而引起了玄罗大天尊的注意 云一方双眼露出思索之蒙,轻声开稿 玄罗大天尊不让我们离去 是要让我们成为磨刀的石头 来磨利那王林 他走前曾说,让我们做好该做的事情 若是我们没有领悟出了极寒意 没有去这么做 那么,怕是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 全部都要死在此地 云一方抬起手,揉了揉眉心 沉声道 星空中啊,玄罗大天尊漫步而走 此刻前行中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遥遥之处,五行星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此子心智极高 可惜却是先祖之人 不知那王林与他比较 二人谁更优秀一些 相比应该是此人吧 玄罗摇头,向前走去 再说王林这里 他盘膝坐在游民兽背上 双目闭合 体内正急速疗伤 五行星一行啊 他伤势颇重 但尽管如此,却是一切均值 也不知过了多久 王林默然睁开双眼 其目中寒光一闪而过 缓缓地吐出一口灼气 五行星归一宗之人 是抢夺第三魂的强劲力量 眼下他们已经从暗处 被我逼出全部 我也该到了参与进 寻找第三魂之中的时候了 第三魂 你到底是谁 王林沉默中啊 右手在游民兽背上一拍 此兽速度立刻加快 向前一冲之下 带着王林消失在了星空 出现时 已然在了那新仙界的 银河阵法之外 王林站起身子 收走游民兽后 站在那里沉默了许久 星空中 他的身影在那银河外 被光芒照耀 但却给人一种 孤独萧瑟的感觉 仿骨 他的魂在背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王林清探 向前一步迈去 其身影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银河而去 刹那就冲入银河内 进入到了仙界 在王林刚刚进入仙界后 星空中 悬罗大天尊 缓缓走出 看了一眼这里 他大羞一甩 跟随王林 踏入仙界而去 他身影模糊 一片无形 即便是就算在面前 也丝毫不会发现 他的存在 但就在其踏入的一刹那 在悬罗目中 所看正前方的王林 却是突然脚步一顿 猛地转身 双眼露出寒光 目光如电 刹那 盯向自己 被王林这目光凝望 悬罗不由一睁 你跟随王某一路 如今到了这里 还不现身吗 王林化于冷漠 蕴含了一股杀机 悬罗大天尊 目露奇异之盲 仔细看了王林半天 没有开口 也没有现身 莫非还真要王某 将你逼出不成 王林冷笑 右手抬起 向前默然一挥 一股七道本源融合在一起 形成的狂风 顿时呼啸而走 化作风暴 横扫前方而去 风暴轰轰中 王林目光闪烁 紧紧地盯着前方虚无 待确定没有任何端倪后 这才默然转身 一步踏向仙界中 实际上 他并没有察觉到 玄罗大天尊的跟随 只是王林性格谨慎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也就罢了 但刚刚从五行星离开 王林顾忌那马兴老者 暗中跟随 故而在此刻 突然转身开口 出其不意之下 若真有人跟随 很有可能被他炸出 甚至 王林身影消失 那玄罗大天尊 哑然一笑 眼中露出赞赏之色 这小家伙 性格谨慎 他方才的双目内 蕴含了某种神通 可以让一切看到 其双眼之人 都会有种 仿若被他盯着的错觉 这方法尽管简单 谈不上高明 但实际上 却是颇为实用 玄罗微微一笑 他方才真的被王林 那话语举动 弄得一乐 五行正法中 我看到了他的霸道 九转新轮中 我看到了他的名目 五行星高塔外 我看到了他的果断与计算 如今在这里 我看到了他的谨慎 这王林真的很不错 只是我所选之人 手中情 此子不知具备不具备 玄罗沉吟中 向前走去 穿透了银河禁止 来到了这美丽的仙界 仙界的天 蓝色中带着 如烟丝一般的飘忽之物 如同仙气环绕 更有屡屡白云交错 看起来很是让人赏心悦目 地面上一片翠绿之色 远看山巒起伏 隔流涓涓 一股泥土的芳香 融在天地间 随着呼吸 沁入心扉 王林脉步中 回到了仙界 除了蓝梦道宗外 没有其他人注意到 王林的归来 他身子一晃 出现在了其之前 闭关的山峰上 看着天空 王林神色 慢慢暗淡下来 他的眼中 渐渐弥漫了思念 与悲哀 每一年的这一天 他都让自己 忘记一些什么 也大都让自己忙碌起来 让自己想不起 可眼下 他在一切都平静下来后 却是无法让自己忘记 又到了一年中的这一天 王林苦涩地低下头 叹息坐在了一旁 此刻在这山峰上 玄罗大天尊 平静地站在那里 默默地看着王林 叹息坐下后 王林深深地呼吸一口气 右手抬起 向外虚空一撞 立刻那鬼脸翻出现 将其身子完全笼罩在内 似他不愿意在这一天 自己的样子被任何人看到 他只想自己一个人 在这一天默默地度过 仙界的天空 蔚蓝中一片清明 阳光不知从何处来临 从天空散落下来 照耀着大地 这光芒不热 但也温暖 王林所在的山峰 四周很是安静 他在那鬼脸翻中 抬起头望着天空 许久 许久 万儿 很快 我将去往香港大陆 在那里 我一定有办法让你苏醒 相信我 相信我 如我当年对你的承诺 就算是天要你死 我也要把你抢回来 王林坐在那里 因四周的安静 让他的心绪平和中起了惆怅与思念 王林隐隐有种感觉 自己在这洞府界的时间不多了 很快很快 他很有可能就离开了这里 去往那陌生的鲜岗大陆 王林这一生啊 去过的陌生的地方很多 孤单陪伴着他 一辈子都是这样 但他尽管寂寞 可有李沐晚冥冥中的陪伴 会让他的孤独淡一些 可以承受得住 今天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万儿 你还记得吗 王林记不住自己的年纪 记不住自己的生辰 但他却记得千百年前的今天 这一天 他不会忘记 每一年中的今日 他都一个人默默地堕 或是在厮杀中让自己忘记 或是在陶盾中让埋藏在心底 或者是在那闭关中 一个人莫属年华流逝 但更多的 他会一个人喝着酒 那辛辣的酒入喉肠 似燃烧一样 但他却感受不到 因为在他的身心中思念 孤独 萧瑟 取代了全部 就算是这天下间再烈的酒 也冲散不了半难 婉儿 我接受了李千玫 对不起 王林沉默 在那鬼脸番内 右手取出了一壶酒 仰天喝下 那种恩 我没有办法去报答 婉儿 我这一辈子 不想去沾染任何情 因为你的离去 让我知道情的代价 我承受不住 两千多年前的这一天 在休魔海外 一个求救的声音 传入王林 那被复仇弥漫的心神中 那声音很柔 很无助 让人心怜 那声音 让王林前行的脚步停顿 让他转过头 看到了一个他当时不知晓 但却铭记了一辈子的身影 那身影 是他的女人 王林心中有痛 他一口喝完手里 酒壶内的所有烈酒 扔在一盆后 再次拿起一壶 不远处 玄罗大天尊 默默地坐在那里 看着王林的背影 那背影 透出的孤独与寂寞 就算是他 也为之动论 万儿 再等等 再等等我 用不了多久 我一定能做到 王林喝下大口酒 任由那酒水 从嘴角溢出 滴落在衣衫上 他大袖一甩 立刻 那碧天关 在一片幽光中 漠然而出 落在了他的身前 望着棺材内 如睡着般的李木碗 王林的眼中露出柔和 但他的心呢 却是刺痛得 如同有一根针 穿透进去 看着李木碗 许久 王林轻轻地打开 避天关的盖子 他的左手颤抖着 慢慢地 伸入棺材内 渐渐地 碰到了李木碗的脸 温柔地 在李木碗的脸上 抚摸着 王林心中的痛 化作那如潮水一般的悲哀 将他无情地淹没 网儿 王林的眼中 流下了泪水 那泪水滴落在李木碗的身上 碎开中 染湿了其衣衫 你的一缕魂不在了 天界中也没有 但无论那一缕魂 在这天地何处 在谁的手中 我王林都要将其去回 不过是谁 王林喃喃 右手拿起酒壶 再次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那酒水 与他眼角流下 进入口中的泪水交融 苦涩中被他咽下腹内 抛开酒壶 王林右手默然抬起 一直点在眉心 与此同时 其左手按在李木碗眉心 他双眼刹那间闭上 鬼脸入关 梦幻千年 王林喃喃中 其身体外的鬼脸帆 骤然扭曲 其上的鬼脸 似无声咆哮 从帆布内 直接幻化而出 直奔 王林眉心 消失无影间 王林的身体外 立刻就被一片 浓浓的雾气遮掩 看不清其内一切 悬罗沉默 神色又复杂 他隐隐看明白了一些 此刻 轻探中 右手抬起 向着那片包裹了 王林的雾气一点 其神识 顿时分出一丝 融入雾气内 王林 不是老夫要来打扰 而是要了解你的一切 因为我选择的是我唯一的弟子 更是守护我转世 守护我道骨一脉的最重要之人 悬罗 南南中 闭上了双眼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